面对这样频传的校园枪击案件 出动的是这样的维尼绘本 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呢 好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枪击案件 真的是节节攀升在10年前 当时2012年2013年的时候 34期的校园枪击案件 但是到了去年 您看到已经来到303起 而且照这个趋势来继续下去的话 会来到384起 就在今年发生 算起来10年间也翻了10倍之多 而且这样的校园枪击案件 大家过往以为是大学或高中的校园 但是您看到近几年 包含了康乃迪克州 佛罗里达州 德州还有田纳西州 分别发生的都是在小学 甚至来到幼稚园 有这样的枪击案件 死亡人数攀升到20多个人 好当中我们知道 这德州的枪击案件 发生在这里 让当地政府觉得要有所作为 但是他们所做的行动 是推出这样的小熊维尼课本 限制学生有没有东西来携带到学校 先来看到在书包的部分 他们说教室要透明化 就连书包也只能用网状或是透明的 禁止带张奇怪的其他的违禁品来到学校 然后要寄放给老师放学才可以领取 并且说到的是出动了这样的绘本 要教小朋友说 如果真的有枪手跑到你的教室里头 你要先试着跑离开来 像兔子一样 那么跑如果跑不走 就要像这个小熊维尼 躲进这样的桶子一样躲起来 躲也不行 遇到枪手 最后就只好打一架了 好但是这样子的行动 就让大家家长觉得 看了不是非常开心 因为会发生校园枪击案件 最主要也跟德州 他们有非常松散的这样的枪支管制 问题有关系 这样的方式似乎是治标不治本 甚至是检讨受害者 也引发美国有更多讨论 我是方子齐 一起看的国际大使 请锁定华氏新闻 晚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